这个塑胶盒大概几十块钱 但是这个标签上的价格 并不代表它所有的成本 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 会去思考制造消费 还有丢弃之间的关系 其实你有想过吗 这样子便利的生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而台湾又是从什么时候 渐渐的变成了一个石化之岛 甚至快要变成烟囱的王国了 那经过这一道门 我们叫做二道门 那这就是工厂区跟行政区的界限 那经过这一道二道门 民国三十五年 国民政府接收日趋时代 高雄索引半平山路的海军燃料厂 更名为高雄炼油厂 从此这里成为台湾石化产业的原乡 民国五十三年 政府启动第四级金箭计划 民间开始进口原料 生产塑胶产品 55年政府决定在高雄炼油厂内 新建第一座第二座清油裂结厂 提供业者上油原料 紧接着6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 在高雄县陵园乡成立陵园工业区 并新建三清四清 陆续又在高雄炼油厂内 新建五清 云林卖辽新建六清 以及新三清的扩建 随着清油裂结厂陆续设立 与高雄县的人武大社林园工业区 形成中上游产业链 再加上头份观音等中下游石化产业 台湾从南到北石化工厂林立 成为名符其实的石化王国 从民国69年起 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的李顺清 就在高雄炼油厂工作 对450年代的人来说 石化是他们奉献一生的行业 也是他们参与台湾经济起飞 荣耀的见证 这座工厂跟我又有很深的感情 我在这一座工厂十几年 我在这边从助理 我进来参加工厂的事务当助理 事务完以后就接工厂长 工厂长之后几年以后接经理 再来到现差汉这样子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座工厂对我个人来讲 感情是很深的 对台湾的经济 它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留着平头带着佛珠 对李顺清来说将石油脑变成乙烯 制造物美价廉的石化产品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民国八十三年二月六日 武清第一次净料 创下十七个小时事录成功的石解记录 石里春清人生至高的荣耀 石油脑从我们的除草到胖埔 然后从胖埔打出来 就经过这个管线再送到我的裂解炉 我们就这样子都是靠管线在输送 我们这边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裂解炉的进料区 不管是石油脑还是刺激 都会经过我们的一个对流区易热 然后再到胡社区去做高温列解 那相关的控制滑 观动滑 都在这个地方 石化制程管线除草多 又有低温高压设备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公安事件 厂区采用颜色管理 处处可见噪音 毒化物防治等安全管理标示 李顺青表示 石化厂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还是可以做居民的好邻居 这台是五星的裂解气体压缩机 它也是心脏之一 也就是说裂解炉 经过裂解以后的compress的气体 它会经过这台五段 五段的压缩机的加压 把它较到35公斤 把长压变成35公斤的压力 再送到我地温区去做低温高压的一个分流 所谓高压低温分流就是 它的压力会高到35公斤 温度会低到161度C零下 去做分流 把乙烯丙烯这些主产品分流出来 我的乙烯产品从乙烯进入塔塔顶出来以后 经过回溜潮 然后就会到我的P1305 我有两台是高压磯碰 这两台高压磯碰 会把我的液体磯 打经过我的加热器 把它变成气体 然后送给三十几公里外的林营厂 由林营厂去对林营厂熟化工业区的下游厂商 做统一的一个磯的一个吊锅 好像这就是我们乙烯送台区 一二塞送到台区的 那这条就是送到台硕 送到台硕 那这边也有不同的 我们有丁乐溪送国桥 我们送往下游都是从这里到地下化 再到林大公园区去 我们现在在走这一条 我把它叫做绿色隧道 事实上走在这边看起来 当初我们的前辈 在这两排充满了不麻煩 政府承诺民国104年 高雄烈油厂 以及厂内的武清签厂 要离开这个奉献一生的工作场所 李顺清显得依依不舍 他期待推动厂区就地转型 让高厂能继续留在后继 相较于李顺清 为了高雄烈油厂奉献一生 20公尺高的隔音墙外 却有人用一生的岁月 要将高雄烈油厂赶出后境 43年次的郑怀仁留着小平头 背已经有点驼 骑着电动脚踏车 从后进凤平宫一路骑到 高雄烈油厂的西门 阳光穿过树梢 也穿过他的人生 樊烈武清23年后 郑怀仁从青年走到老年 还在阴阴期盼 梦想实现的一天 76年 1987年 这边是我们搭建这间的宿舍 前面路这边都是那个布条 白布条 康域布条 还有那边都是那个白布条 大家都是在这边 在这边有这么大的站盆 在这边 在这边 变速在那儿 人在那儿精彩 所以我们叫做生命大方典 1987年台湾还是戒严时代 民间早已累积对政治的不满 后进反武清运动 刚好接收了这股能量 反政治与反污染的势力结合 遭受政府强力打压 多次爆发严重冲突 上层的表现是为了怎么办法 并在国际焦点 并在国际焦点 他们就一直要用中国的手段 要把这些鸡子拿走 要排除就好了 要排除这些障碍就好了 当我们有棺材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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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两棺材放在那儿 要把这些市府棺材排除 拿走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有医学家说 他这里在那儿端材放在那儿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社区里面 創工厅的一些器材 都拿来在这儿准备了 准备要改对峰 后进居民埋锅造饭尾厂三年 最后在前行政院长郝伯村的 强大锦历下公拜垂臣 1990年9月21日 武清宣布动工 换得25年签厂的承诺 后进人展开漫长的等待 真的等很久了 人生没有几个二五年 你看我们这段二五年 里面红红烏烏 我是知道只有烏烈而已 2007年7月底到2008年元月 高雄烈油厂的蒸柳工厂 半年内发生了三次爆炸事故 石化厂与居民的关系 也越来越紧张 方圆差不多20公里都有听到爆炸的声音 有个叫人在榜烟会 很多亲戚都打电话回来问 人家是在榜烟会 也没有这样爆炸的声音 结果是另一场爆炸 他喔 原来有推算进之前 半年三次 第三次爆炸 肯定比较严重 宝雷 附近的宝雷 田鸭 田奔都落 都有落了 都有损害 他要叫基因才能安心 没办法 所以说我也经常用 鱼手鱼眼的一个故事 烧火团的跟年别步的 是没得住这个隔壁的 高雄炼油厂面积250公顷 像一堵巨大的墙 从凤平宫抬头一望 就是一根根冒烟的烟囱 一桶桶装着毒化物的巨大厨槽 再过去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台湾第一座电油厂 它的所在地呢 就是在高雄南子区的后径 今天实在太臭了 受不了了 走在高雄炼油厂附近 不时闻到阵阵酸臭味 空污及废水导致石化厂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被一片高 石化厂附近又处处有农田饮水灌溉 对农错安全也造成重大威胁 在我的后方 这座工厂就是台树人物厂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中油电油厂 中下油的工厂之一 那这里呢 是全台湾最大的PVC工厂 那这座工厂呢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 被爆发整个地下水污染超标 三十万两千倍就是在这个工厂 PVC的制程中本身就会衍生非常多的 这种毒性化学物质出来 一个是它工厂本身的滲漏 导致地下水污染 第二个部分呢 是它长期排放废污水到扣进溪去 那这些呢 都广泛造成整个区域的污染 就是这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今天熬给大船给了 来 太阳刚下山 高雄市南子区的后劲气氛热络 人潮一泊泊从凤平宫出发 一件件白色蓝色T恤 背后写着我爱后劲保护乡图 今天是后劲反武清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距离政府承诺的二十五年签厂 还有五年 后劲人扶老细幼走上街头 家家户户摆出素养的香岸 鲜花 明灯 素果 沿途经过圣云宫 福德池 像一场庙会活动 肯定生日日地 全身地毁有没有 想取消耗 今天为什么出来有起 我要后劲 我注意 我要后劲 你今天是要穿油營 要穿油營 要穿油營 要穿五斤 要穿五斤 不过中油公司一方面规划高雄烈油厂就地转型 另一方面 人舞大社等下游业者 也不断争取高厂继续营运 以保障原料来源 高厂是否依承诺在104年签厂还有变数